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僵尸末日生存指南 我是宇哥 那么今天呢 外面起了大雾啊 一销睡醒 答应大家的开始制作我们的防御公式 这边啊 先把这个桌椅瓢盆啊 全部拆干 用我们上级剪造的这个锯啊 把这个柜子椅子啊 全部拉成一条一条的钉子和木板 然后来开始加固屋子里面 最后一步呢 再切切去加固这个屋子外面 那么肯定就有小伙伴问了 为什么不去拆别人家的东西呢 因为别人家没有防御设施 而且附近的僵尸呢 并没有被我清掉 所以咱们拆家具的时候呢 会发出很大的动静 这容易招来僵尸啊 不太安全 这边呢 是把后门封死 然后呢 咱们去邻居家搬点吃喝啊 因为一旦我要是把家里封死的话 可能有的时候会吃喝不足 这邻居家呢 散落着一地的钞票 汽水 外加这个扑车牌 我估计是啊 当时发生大灾变的时候 他们正在打牌 回到家里啊 咱们这天天吃饭 然后外加这个拆家具啊 拆了一地的垃圾 然后呢 我搞了几个垃圾袋去邻居家 这边咱们把垃圾装在垃圾袋里 给家里稍微的熟识那么一下 熟识完了呢 是接着拆啊 咱们现在呢 主要就是搞好防御 其他的家具呢 到时候可以去别人家搬过来 毕竟啊 咱们要应付这个一个月后 断水断电的情况啊 先保证自己的小命是最重要的 今天呢 就是疯狂拆家 然后外加这个熟识垃圾的这么一天啊 相当于把家里外里的重新翻修了一下 然后的话 其实我们的木板呢 是够用了 但是建筑器材 钉子啊 这些东西不太够 因为拆家具呢 根本就拆不出来多少钉子 最好呢 还是去当地的五金店啊 这个搞一下收集 好的 那么时间来到了第二天啊 咱们多天呢 这个收拾家具啊 忙活了一天 由于家里的床都被我拆掉了 只能载凳子 睡得脑瓜子非常疼 咱们赶紧吃点药 这个时候呢 我不知道他是被感染了丧失病毒 还是说纯粹的脑瓜子疼 咱们还得等两天 才能看到到底什么情况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还是有几个大体目标的 找车 找五金店 或者是找到材料 找到武器 这些都可以 那么车和五金店呢 是我们的首选目标 好了 我是宇哥 兄弟们喜欢的 别忘了双击点赞 咱们下集再见